这个夏天到北投游玩除了泡汤 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咯 拥有北投地区数一数二露天泳池的大地酒店 首度将梦幻的美人鱼秀搬到了饭店泳池展演 从即日起到8月底 水中精灵系列活动搭配现场Saxphone的演奏 同时享受主厨的创意甜点 消暑又浪漫 曼妙人鱼在水中畅快悠游 从高空俯瞰仿佛有种自身奇幻电影中的感觉 来到泳池畔当然就要尽情的玩水 大地酒店首度与专业美人鱼表演者合作 透过人鱼表演秀 让入住房客能够近距离跟美人鱼合照感受魅力 这次我们也将引进台北市少见的美人鱼秀 让每个礼拜六都充满着惊喜 在我们的大地酒店这边可以让所有的民众带着小朋友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除了有可以看得到Saxphone的一个演出 在池畔享受一个音乐的饗宴以外 另外还会有一个美人鱼能够让它真人互动 从即日起到8月底每天 大地酒店都会在泳池区提供多款尺寸的人鱼装 以及造型可爱的泳圈 让入住旅客一秒变身水中精灵 在风光明媚的泳池盼留下难忘的夏日回忆 我们在住房专案的搭配上面有一个三天两夜的活动 那在这个住房专案里头也会提供比较梦幻的人鱼相关的一个甜品 还有饮品的部分 让孩子在这一次的这个假期之中 除了可以跟美人鱼近距离互动 还可以带着纪念品回家 享受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夏天 另外三天两夜的住房专案 还有连续两天的活力早餐 精致海洋风蛋糕气泡饮 让旅客延续水中精灵体验的氛围 我们用蓝柑橘来做一个海洋的一个果冻 要呈现出海洋的味道 所以你吃的时候里面基本上 因为那种果冻我们是做有两层 它上面一层是透明下面色蓝色的一个海洋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是用蓝柑橘做 然后再搭配一个柑橘原味的果冻 柠檬果冻来做一个上面的果冻一个搭配 所以那果冻仔细吃会有两个味道 然后再来就巧克力饼干的话 我们巧克力蛋糕的部分 美人鱼蛋糕 我们上面会选用白巧克力 然后喷上一个金粉 喷上一个古铜色的金粉 然后里面呢我们是用生巧克力 然后拿了生巧克力 然后来做 那里面还有加杏仁脚 会吃起来会有点硬硬脆脆的一个口感 泳池甜点还有美人鱼 艳阳下不时传来的萨克斯风乐曲 让人不自觉想跟着音乐摆动 这么浪漫迷人的假期就该清凉一下